大家好,其實現在就存在了一個疑問 那調小一點點吧 那我就叫BiuJeng先選擇 因為有一個疑問 就是馬怎麼分呢? 有些馬就怎麼分一線二線三線怎麼分呢? 擺前列線的通常就叫一線 你又做夢的 那其實一線二線有樣看的 你配回來的時候就像這隻 這些真的是一線馬來的 但它跑power又不行,又遠又不行,健康又不行 就是你跑幾場就要什麼 這些又要什麼 但你精神力OK的 這樣又可以出到,又聰明的 最重要的是勝負和power 那這些又真的是一線馬來的 有機會真的上一線 那這一隻就是大家有目共島 一線馬,我怎樣排下去跑呢? 總之三歲 五月一 總之你五月一一定要報一場重賞 贏了之後馬上去遠征 然後回到日本跑 那中間放一放木 然後 在日本跑完日本離地打比 然後放一兩個星期 幾個星期跟著要報日本 報海外賽 開始報家流重賞 一路好報 你看這隻馬上四歲有經驗的時候 你現在開始要派去拍美國賽事 未必有機會的 但自在拿那個經驗 拿遠征的經驗在這裡 結果這隻馬 什麼能力呢? 好像這隻這樣 現在三星 速度去三格 都可以做到一線馬 一隻馬本身是跑得長距離 三格都已經可以有機會上到一線馬的距離 以50馬來說 銅像以上 或者紅色的赤手護符 都可以上到 但自創馬為什麼去騙呢? 這是一個很大一的麻煩 自創馬 你史實賽事 撞鄭 撞鄭 成田拜仁 皇帝象征 小律武 這些馬 基本上你一輩子都不用自由運限 你要壓著他們 你一定要讓他們 過了高峰期才有機會可以壓著他們 但有些馬 好像這隻 四星 未開齊 但我們只要知道距離 我們只要讓他跑 一線賽事 都可以的 當然就不會去跑 但有些馬 你早就已經知道距離 好像這隻 這樣 已經知道他跑一里 你可以直接推他去歐洲賽跑陣 送死都可以 歐洲賽拿分都可以 拿個歐洲千馬三罐 歐洲一里千馬三罐回來 然後去軟正 都可以的 有些馬 但你們大字加馬 就糟糕一點了 有些 這些真的 其實怎樣才能上去 一線三線呢 通常去到條件賽 一千六百萬下 上去open的話 就已經可以上到條件賽之列 就可以上去 看你判斷了多少 通常三線呢 通常有些 只是沒有能力的廢馬 如果你看到獎金 一千六百萬那些 剛剛上來的 就是正中三線 那二線就是 剛剛有一場 級制賽可以軟正到 其實軟正呢 最重要的目的 其實是你做捕捉的 那叫軟正下的三線馬 即是陪跑之餘 因為現在你日本賽 海外 去派馬跑海外 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去派兩隻馬 但你一定要贏級制賽 兩歲 你不贏級制賽不是問題 你馬上可以跑到 但你三歲條件 那麼苛刻 你又怎樣都要報 看看正中的三線馬 這些正中的 剛剛上到公開賽 你看回他的成績 看回他的能力 通常跑一場 我們不建議 即是 我們不建議 就自己 save stage 自己的賽程 因為你騎馬 有時候是很難說的 你跑哪一場 你都很難決定的 我建議 你半三四個月 設一次賽事 這樣設一設 這樣看一看 你後期 你早期 你養得 多馬 你不就照 照去 其實你多馬 沒什麼影響 你多馬 你多馬 就排多幾個小時 賽程 你少馬 就不要排 你少馬 你當然要排得重要 要排得重要 但有些 整輩子 都 進不了去公開賽 級別的馬 你可以大 可以放心 那對馬 其實過了高峰期 你都進不了去 公開賽列的話 就是你馬 可以收工 即是你不需要去理 冰褲 這場就像我們這樣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是做一個示範 其實就是很攻略式的示範 我們交給習乾 張 雞興 好 那 就 什麼 這場就 有隻馬 第三葉門 即 大葉門的 婆婆代表 好 那就是 掌炮 跑車成功 成功贏出這場賽事 大力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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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清潔照片 這場的大利物股會有大業物 這就是一線馬的條件 有沒有機會升一線馬呢 就要看看有沒有贏過 2個了 還有200米 但2個追來追不來 又被我們過晚有機殼搶了 還有一部一部打給 多一個血統 其實你通常是 超級河村這場對艾蘭的 這場是很精彩的 兩隻都是異賽的 碰過頭 兩隻一級賽民主 超級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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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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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